可是我们接下来要讲的是 被称为是中国史上最美的两名 这个女囚犯 这两个女囚犯很妙 她们年纪很轻 而且确实都长得貌美如花 但是呢 当她们在叫执行死刑的前一刻 她们的表情竟然是冷漠的 那背后到底是一个 什么样的故事 会让她们在面对死亡的时候 是这样去面对自己的这个大线呢 文婉 是 又齐你刚刚提到 就是说 她们在面对死亡的时候 其实是毫无情绪的 没有波澜的 对不对 那当然呢 她被冠上了所谓的 中国最美的死刑犯 你会不会很好奇 最美到底美到什么程度 我们先看一下电视桥好了 你看其中一个是在 出自于中国河南新安县农村的人血 她当时呢 其实呢 这个就是被判死刑 然后执行的时候 她才22岁 可是你仔细看她的模样 当年呢 当年你看她可以穿个漏肚装 你仔细看她的脸庞 是清丽的 清秀的 可是呢 以前是没办法修图的好不好 完全都是呢 对啊 是纯线的呈现 而且你看她那个腰线 那个衣服还会抬下去 那个是有点血绑 有点很软直的衣服 可以依稀看得出 她真的非常玲珑有致的 这个身材身段 那大家就很好奇 你看包括下面那张图呢 她被压在地上 跪地的时候 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面无表情 然后要准备呢 接受枪决的前一刻 你看她真的是冷冰冰的 好那呢讲到这里 大家就会很好奇 这么年轻的女孩子 她能发生什么事情呢 好不要忘记了 新安县农村 那她就是出自于一个社会呢 他们当时呢 非常底层的一个故事 人血呢 她呢16岁 可是她那时候呢 全家呢 老实讲 那个地区呢 她就是农业嘛 再就是工业 所以呢父母亲呢 其实他们就是仰赖 那边有个铝矿 所以不管是哥哥啦 父母都在那边当 就是我们讲的啦 矿工 做呢 做那种那个就是 非常劳力的这个工作 她想说 那好 那总要任命 所以她就好好的把学业完成了之后 到高中毕业的那时候 她觉得 好吧 我呢可以到 总要可以找个工作做吧 我就自食其力嘛 那时候她想到一个人 念高中的时候 那个她跟那个矿坑啊 那个铝矿的那个处长啊 那个矿长的女儿 很好 很要好 而且常帮她出头啊 因为她那个矿 虽然是矿长的女儿 也会被霸凌 你知道 可是呢 你不要看她 衰衰啊 可是也很有正义感 就反正就是 两个就是蛮好的闺蜜就对了 后来呢 她决定呢 要去找呢 这个呢 姐妹涛帮她忙 然后 好了 她就呢 就去找 她想说 哎爸爸 她爸爸是矿长 结果呢 就去拜访了这个呢 戴德昌 就是这个姐妹涛的爸爸 就一去呢 这个爸爸呢 天啊 这个叔叔呢 四十几岁 没有想到 叔叔不是人呢 叔叔应该要腾摊吧 四十几岁的叔叔 就叔叔跟她 不但呢 就是粗言轻调啦 就有点姓骚 言语的姓骚就算了 还时不时摸她的大腿 她想说 哎这怎么回事啊 太可怕了 她没有办法接受 好了 第一次她就走了 第二次呢 她想一想 可是呢 看看爸爸妈妈 看看哥哥 那怎么办呢 总觉得好像 就是没有工作 没有出路不行嘛 所以她决定呢 还是呢 以礼相待 就呢 觉得说 因为上一次 有一点场面不好看 所以呢 就准备了一个礼盒 去见了这个戴叔叔 她希望说 我们可不可以呢 就好好的 给安排个工作这样 结果呢 那个戴叔叔呢 哎 不领情耶 还跟她讲 哎 我有插这一点东西吗 意思 是说我要的礼物 不是这个礼盒啦 是你啦 然后她想说 天啊 怎么更得寸进尺 上次摸我大腿 现在要吃我耶 可是呢 鼠子就跟她讲了 这次哦 开始威胁了 什么话都讲出来 第一个 哎拜托 你16岁就堕胎了 你以为我们都不知道吗 当时我们大家都人尽皆知了 还有跟你讲哦 你如果不 意思说 你不听我的 不臣服于我的话 你爸爸妈妈哥哥的工作 都要没有了 你们一家子都喝西北风 哇 这家子她想说 完了 事情大了 对不对 后来呢 这个呢 戴叔叔就跟她讲 我跟你讲 你只要跟我好上 很简单 你不但一家子安稳 工作都有 而且连你 我工作都给你安排个很好的 好 我跟你讲 我稍稍插播一下 她说呢 所谓的好工作 帮她安排一个好的 这个职务 就是寄工 寄工 也是要做苦工 可是你知道吗 忍雪听了 觉得说 这个条件说不错 她也没办法 那她只好她就说 好吧 就牙一咬 反正就一次嘛 一次我就 我全家都过了嘛 过了这一关 就没想到 不是一次 从此之后 他沦为 沦为这个 所谓的这个戴叔叔 就是无穷无尽的情人 于取于求啊 那他想说 天哪 不但没有正直的寄工 还给我一个招待所的临时工啊 临时工哦 他想说这个日子 我到底要过多久 他就有点觉得百般不愿 可是人在江湖 好 这时候你知道吗 更惨的还在后面 因为这个戴叔叔后来 欸 居然可以逃漏税 一个矿坑的那个 那个什么厂长 居然可以哦 可以那个什么 什么逃漏税 调查局要来了 就那个这个戴德昌就觉得怎么办 这下总要想一点办法 然后呢 你看嘛 底层就是这样 永远就是什么 色 用色来处理 戴德昌脑筋一动 觉得就是说 人血的那个冒霉如花嘛 就弄他吧 就用他的色诱 去把这个事情摆平好了 人血当然也不要啊 他就也是跟这个戴德昌 发生了很激烈的冲突 他觉得你太过分了 你把我沦为你的情人 你现在把我当成 你的那个奴隶 而且甚至是 类似卖赢一样 把我卖去 然后去打 去那个摆平这个事情 他不能接受 一样 顾忌重演 他跟他讲说 拜托 你觉得你真的很了不起吗 你一家子怎么样 一样把他一家子的生计 包括他的 以前的一些旧事 他年轻做错的事情 又再翻一次 他想说 那我怎么办 我怎么办 然后但是呢 这一次呢 人血觉得他自己变聪明了 他说 不管怎么样 你这一次呢 一定要答应我 给我一个好的工作 一个位置 那呢 这个戴德昌呢 也答应他了 结果后来 他就真的 就是如他所愿 但是回过台发 不得了 根本不是 因为呢 他呢 一样 就是讲讲 就是 讲话都不算数了 你知道 最让他觉得很痛恨的是 接下来 是一连串的羞辱 因为他告诉他 因为呢 后来那个好的工作 我居然给他自己的女儿 就是他当年的闺蜜嘛 很好的闺蜜 而且他就说 为什么你这样子厚齿薄饼 你这样对 对你的女儿这么好 居然这样对我 你这样对我 这样积极的 包括我的肉体 我的精神这样折磨 可是到最后 我居然是这样的下场 可是这个戴德昌跟他讲啊 你怎么跟我女儿比啊 你这种女人 你可以随便跟他上床 16岁就堕胎 你是怎样的急速 反正就是极尽羞辱 好了 我跟你讲 人被压到底 其实他已经没有 他已经没有什么可以输了嘛 他觉得我要报复 我一定要报复 他采取的报复的动作是什么 他跟他呢 就找了一个隔壁的邻居 伙同他 然后呢 他呢 你一定觉得说 是不是把这个戴德商干掉 对不对 没有 我决定 其实对你最大的惩罚 就是杀掉你最爱的人 他呢 居然伙同他 把他的女儿给杀了 那杀了之后 其实那个老实讲 在农村也没有监视器啊 而且那时候 你怎么去找相关的激政 老实讲也很有可能石沉大海 你根本找不到凶手 可是呢 跟他伙同的那一个同伴 自从做那件事情的时候 每天做噩梦 每天很忐忑 每天不知道怎么办 后来居然就是自己去自首 把他给供出来了 好 小小的讲一下就是说 其实这一个呢 人血的悲歌 让我们觉得说 一个社会底层的人 一个这么想脱贫的女孩子 她到最后 不但没有让自己翻身 反而更陷入更深的泥沼 然后她在22岁那一年 要被判死刑的那一年 执行的那一天 她就告诉执行官说 我只有一个小小的愿望 大家听听看 她的愿望 你就觉得很怪 对不对 其实她也没有多讲 其实她呢 到那一刻 她是把嘴巴张开的 你会觉得为什么 规则为什么要把嘴巴张开 这有什么 当时在场人就觉得好奇怪 其实知道吗 她呢就算死 她要死得漂亮 因为有这样的说法就是说 你在那个执行的时候 那个子弹从嘴巴贯穿出来 不会毁掉你的容貌 你说壁子的话 整个是炸开的 所以她其实那时候 只做了一个 那个当时执行官 都没有办法忘记的一个表情 就嘴巴打开 所以这个是中国其实在发生在河南最美的史刑犯之一 那呢除了她之外呢 我们来看另外一个 其实呢这个呢 其实是发生在中国云南瑞丽市的陶镜 这个陶镜呢 你看看她的模样 其实也是很漂亮耶 而且呢尤其呢 我觉得在她右下角 大家有没有看到 她呢 这个是她走上这个 就是被执行之前的模样 非常非常的美吧 不像是要走上那个死亡之路的那个样子 好 陶镜呢 其实呢 她是呢 老实讲 她当时呢 是生长在一个非常家庭不圆满的一个状态底下 父母亲离异之后呢 她就被踢来踢去 踢啤酒一样 后来呢 只好呢 就是寄人篱下 就跟姐姐跟姐夫住在一起 可是姐姐跟姐夫就觉得说 你真的好 就是很脱油瓶啊 那你到底什么时候可以自立啊 所以一直到她高中毕业之后 姐姐就 姐姐跟姐夫就说 好 我帮你开一个美容院 你就开始当那个设计师好了 去帮人家做头发 自己谋生 那在那个环境底下 其实哦 不小心呢 就交到了坏朋友 而且这些坏朋友呢 有些是染毒的 然后呢 你知道吧 染毒 要消毒很快啊 他就倒了毒癮之后呢 不得了 他后来呢 认识了一个呢 他觉得 这个男生呢应该呢可以照顾他 也对 然后呢他也蛮爱的 可是呢不要忘记了 他认识这个男生姓杨 可是呢也是个 就是也是吸毒的啦 就同好就对了啦 可是你以为吸毒吗 没有哦 这个男朋友呢 还是个毒贩呢 是贩毒的 那时候呢男朋友呢 其实呢 你说真的爱他吗 男朋友呢 那时候呢 为了要他帮忙运毒 就跟他讲说 因为两个在一起 他怕他就是说你听我的话 去装个避孕环 那那时候其实逃进了 一般女生听到会不会觉得说 你是保护我 那年纪也轻嘛 那时候才17岁嘛 对不对 可是不是 其实呢 这一个呢 他的男朋友呢 最主要是怕他怀孕的 会影响他孕毒的大忌啊 因为他都是塞在体内啊 对不对 那你一怀孕 那我怎么赚钱啊 好 因为你知道吗 吸毒的人都没有人性啦 可是呢 后来呢 其实呢 有一次呢 陶进呢 他要帮男朋友 运毒的过程当中 就是从国外运回河南的时候 这个之前呢 男朋友有跟他讲 你呢 万一被抓 因为凡事都有万一嘛 你绝对不准把我供出来 你绝对不能讲 然后呢 这个陶进就放在心里面 也就是说他要保护男朋友 好了 那次真的是失丰被逮 你知道吗 公安跟他讲说 你只要讲出是谁 你就可以不用死刑哦 他还是牙咬着 就是不讲就是不讲 好 最后他要执行死刑那一天 他只告诉 他只告诉了那个执行官说 我只有一个愿望 你知道什么愿望吗 你以为是要看男朋友吗 没有 他说呢 可不可以把我的避孕环拿掉 他想走得干净一点啊 不要我身上又挂了一个那个环啊 你知道 然后呢 后来呢 其实也是 他跟呢 我们刚刚前面讲的人血一样 完全是面露表情 没有什么情绪激动的 可是就在执行 这个枪决的前一刻 他放声大哭 他就喊了妈呀 妈呀 这样子 想妈妈 然后就想妈妈了 然后你知道 后来呢 大家发现 他没有留任何的遗嘱 但是只留了五个字 哪五个字 亲爱的妈妈 你知道吗 这个其实就是他心情的写照 他多么渴望爱 多么渴望家庭的爱 多么渴望妈妈抱抱他的温暖 可是没有 你看在他死的前一刻 最想念的还是妈妈